中超联赛第六轮 由深圳队主场迎战 领头羊上海深花的比赛 本场比赛 这冤甲为您带来解说评处 都没有登场 阿奇姆鹏那是出现在特替补席 压力山东里一架根就没有进入名单 一脚远射 极甲连续两轮打进关键进球 这也就是余汉超 看马来来 能不能切进去 马来来 马来来恍惚来了 马来来打得太正了 马来来又创倒 这球吹了他越位 这客场的秋童呢 确实就故意这个撑你一秒钟 先看这个球 中路机会来了 马来来进球了 马来来 赛季的第二个进球 马来来这个球进的是 得来全部费功夫 这个球可以说有一点误打误撞 弹到了他的脚下 这个球怎么踢都进了呀 马来来这家中有血呀这是 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庆祝方式 把球塞接了自己的球衣里 长出一口气 我们再看余汉超 左路 这是特希拉 特希拉给这下应该说有想法 然后王海健突然的插上 再看 最后这球呢 一定程度上可以算王海健的助攻了 但是对方的解围再看啊 你看这条解围 正好是元秉成的解围 踢到了王海健的腿上 然后弹到了马来来的脚下 马来来这个球进得太轻松了 这个球呢 你看深花科长球迷也非常兴奋 这球确实我们说深花呢 这边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开场之后应该说 这第一次机会就太简单了 马来来 这下给的不错 看杜岳正被身打球 转过来了左脚 杜岳正要打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这对他们是影响 下轮先看这个球 运用1比1扳平了 阿奇姆鹏 刚刚替补登场的阿奇姆鹏 替补登场3分钟 就用他并不是非常擅长的投球 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 是要攀越位吗 吹了这球越位了 刚才曼金正交代的时候 因为我们就发现说阿奇姆鹏 是从越位的位置上回来 那这个球非常遗憾的阿奇姆鹏 抢的这么好的一个点 特希拉的主跑 特希拉选择了一个低平球 还有马来来 没开二度 这个球啊 马来来今天这两个进球 真的是足够幸运 这个球打到人枪之后 有折射 马来来没开二度 马来来今天的上下半场 开始阶段 各取得了一个进球 而且这两个球进的都 这个应该说难度不大 但是马来来他就是这样 就说你看似呢 他浪费了一些机会 我们再通过曼金看一下 这球肯定没越位了 看江志鹏急速的在退 马来来 这后脚跟啊 打得真巧啊 马来来这脚 我们再看 看后脚跟 最灵活的方式 马来来向大家证明了 我怎么不会射门 这个球 特希拉打得其实挺巧 再看后脚跟 磕得刚刚好啊 马来来今天这已经是 没开二度了 马来来会上野帽子戏法吗 颜辛利一脚的出球 张维给的不错 看颜辛利的传重质量啊 后边插上有机会 三比零 三比零 替补登场的曹云定 深花这边呢 突然就开胡了 前面每场一个 这一场比赛 已经三个进球了 张维给颜辛利这下 给的很好 然后颜辛利这传球呢 有意的在找 后插上的曹云定 曹云定是用脚弓 完成了推射 再看啊 三比零 这球后卫一定程度上呢 还干扰到了 董春雨的视线 所以董春雨呢 我们看他 还在向右扑 这球我们通过半径 来看曹云定这球 好像射门时候吃的部位 也不是特别正 一定没知道 开心了呀 深花 一直说我们的进攻能力 有问题 这场比赛 这一下进三个了 好球啊 这球江志鹏给的不错 第一点 郑达伦没有停下来 还有郑达伦 这下郑达伦最终 能完成射门 不容易 给脚下 神自贵 还能不能完成射门 神自贵扳回一球 替补登场的神自贵 打进了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 这球衔接的真快 反正这球没办法 这球呢 一定程度上 深花切后防线 也是有一点松了 看这球 神自贵 拜托这下 朱辰吉和蒋上龙 这两名主力的中卫大套 上来疯的呢 都慢了 你看就是从他们俩 这个人份当中 把球打进去 这球神自贵 推得真好啊 直接传的效果也不是太好 好 这时候 星期 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依靠着马来来的梅卡尔杜 上海神花是在客场 三比一 战胜了深圳队 这样他们继续 独自领跑基本榜 好 感谢观看